我做這麼久剛開始我心理壓力也很大 然後把所有的東西都歸咎 是在我自己沒有能力幫助為家 後來我發現不是我沒有能力 是你沒有能力幫助你自己 為什麼你今天會變成社會最底層 你去檢討他 很多人在那邊舉牌 你要看到你不要工作權 你要什麼權 你有看到他怎麼工作的嗎 他上班就是做了沒事情 玩電動玩具 他上班打卡就走了 你叫他多學一點東西 他覺得這個我不會 這個我不會 也不干我的事 你覺得他能夠起來嗎 對不對 你幹嘛要給自己這麼多的壓力 你自己是人耶 你不是神耶 而且你幫助的只能那些內衣上來的人 對 所以我有時候 我後來想想我剛開始做這個事情很無力 各安駁不起來 我都覺得是不是我有問題 後來我發現不是我有問題 是你自己根本 我都已經在那邊盡力服你 結果你自己可以放空 那你覺得我要怎麼幫你 所以我們常常 我的治療師就會告訴我說 我們的病人就是需要你去罵一下 你不罵他們 他都覺得是我們的事情 就是他繳錢就是要來好的 如果沒有好就是你的事 我說哪裡有人說 說辦了健身卡你就一定會變強壯的 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是在自己身上 你去看一下那些社會底層 他為什麼會淪落到社會底層 你再去看他的生活 他就是沒有對自己的生活負責任 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浪費生命 他覺得就是有人會幫他 他就躺在地上讓你去服他 你給他潑他也不願意起來 當然也有 我這樣講可能有點偏激 但是也有 是他真的很努力的 那真的很努力的人 他只要吸收到一點點陽光 他就會拼命的往上面冒 但是有一些人是你給他多少陽光 你跟他說這也可以做 那也可以做 你說你沒有工作 你至少減減支援回收 你還是有一點 他也覺得那個太累太辛苦太曬 太怎麼樣都有他的理由 我們的治療個案 你如果問我什麼是最困難的 我會告訴你 那些不願意努力的人 然後來繳錢要等好的 這是最困難 然後把所有的事情就是 老師你幫我 我求求你幫我 我說你有幫你自己嗎 我不知道怎麼幫我自己 我老婆說不動她 所以你幫我去說 我說你的老婆你都說不動她 我怎麼可能說得動她 他說我怎麼說得動她 你不能夠改變別人 你只能改變你自己 你不要這個歸孽 你就不會被她影響了 但是你說不說得出口 你說不出口 你不願意對你的人生負責任 那我怎麼告訴別人 對不對 很多人都 我沒有念書都是我老公 他說叫我顧家裡 所以我就沒有去念書 你自己不願意 你自己不願意 其實你顧家裡的時候 難道你真的一點能力 去念社會大學都沒有嗎 你就覺得 要去顧家裡 要幹什麼 那你說老公不幫我 老公為什麼不幫你 你慣的啊 是嗎 那是嗎 你很快 那是吧 你不曉得 你很多人 我絕對我 你不曉得 你不曉得 你不曉得